月光湯 月光湯发生在一个村庄里 这个村庄就是吵架村 这个地方的人非常的喜欢吵架 早上吵 晚上吵 整天叽叽喳喳的吵不停 听说今天他们又开始吵架了 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呢 就让我们看下去 我说你啊 怎么样 你用水泡到哦 你不用跟我说些什么吗 不不不 应该是你 要跟我说什么才对哦 我是要跟你说什么啊 你要跟我说谢谢啊 你泡我水 我还要跟你说谢谢 那当然 你看我们在沙漠里面 天气这么的热 我泼你水 你觉得很凉 所以你应该跟我说谢谢 你 怎么样 你给我等着 等就等 谁怕谁 我给你们说啊 请我不要像他那么小气哦 小嘴 怎么样 谢谢 你 你们看 这就是吵架村的人 大家一天到晚都在吵架 不过别担心 这一天 这个吵架村 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 那个神秘的人在哪里啊 那个神秘的人就是你 那个神秘的人 你 就是我 你要演 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 哦 没错 这个神秘的人到底是谁呢 可能是蜘蛛人 蜘蛛人 是 呃 不是 可能是狼人 狼人 哦 也不是 是史瑞克 史瑞克 嗨 在我之中 走啊走 走啊走 很快地 找到了 草架村 嗨 我的肚子好饿哦 有没有食物跟水啊 哎呦 这沙漠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唉 哎 搞不好 这户人家里面 有食物跟水哦 是谁啊 来咯 来咯 出水 哎呦 吼 我知道 你想要食物对不对 哦 我跟你说 我认识有一户人家 哦 他有一个很好心的小姐啦 你只要往那个方向走哦 就会遇到那个好心的小姐 会给你很多的食物哦 你说我只要往那个方向走 就可以遇到一个小姐 然后会 哎呦 哎呦 大神啊 谢谢啊 出发 希望啊 希望啊 这里真的有好心人 啊 哦 一定是我的罗密欧来了 罗密欧 嗨 嗨 这个又脏又丑的流浪汉 走开 小姐啊 不好意思 我刚刚在沙漠里面走了很久 我其实需要点食物跟水 刚刚有一个大神啊跟我说 来这里就可以遇到一个好心人 他会给我食物 等一下 你刚才说是谁告诉你会有食物的啊 住在那边的大神啊 哦 住在那边的大神啊 哦 这里大神 小姐 你没事吧 哦 没事 我只是说 哦哦 你可能搞错人了 其实我不是什么好心人 我认识一个更好心的人哦 你只要往那个方向走就会看到了 我走着走着又回到了一栋房子的前面 奇怪 这栋房子好像在哪里看过耶 嗯 还是我走到眼花了 我根本就没有来过呢 算了 我去敲敲门好了 是谁啊 今天扣轮很多耶 来了来了 是谁 又是你 你是不会找路是不是 是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往那边走 你又回来做什么啊 哎呦 大神啊 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好心人 他叫我往这个方向走 就可以遇到一个更好心的人 然后 我就遇到你了 哦 算了 这么厉害 哦 好 你要食物对不对 嗯 很简单 我可以给你 哎哟 太好了 嘿嘿 只要你帮我后退三步 哦 一 二 三 三 太近了 再后退一大步 再大步一点 嗯 很好 再见 对 哈哈 不要再买了 哎不 你 哎 吵架村的人怎么都说话不算话 没关系 我来想想办法 各位 吵架村的大朋友小朋友请故意 待会儿我会在广场上煮一锅月光汤 只要你们听到音师或是唱歌跳舞的声音 就可以出来喝汤了 大家赶快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嗯 好 准备来煮汤了 在广场中央里面拿出了一个锅子 在锅子里面缓缓地倒露了一些些的水 当皎洁的月光缓缓地照在了这个汤里的时候 流浪汉想到了一首诗 原来他是个大诗人呐 这首诗啊就叫做静夜诗 床前明月光 一是地上霜 去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香 哎呀 不知道这个汤煮好了没呢 大诗人 哎呀 你在煮什么汤啊 闻起来好香啊 我煮的这一罐叫做月光汤 不过啊 我觉得它还少一味 哎呦 我知道你是说少我这一味吗 哎 我说的是味道的味 不是你这一味 哦 早说嘛 其实我也有好东西 什么东西啊 来来来 看过来 就是给你这个 啊 腿 哎呦 不是我的腿 看一下 我给你的食物很像这个东西哦 是白白的 长长的 种在土里面的啊 哦 我知道了 你说的是白萝卜 没错 就是萝卜 那我就把这个萝卜给放进去了 啊 太好了 那我可以喝这个汤了吗 哎呀 这煮汤啊还需要一点时间 哎呀 看到萝卜啊 我就想起了一首儿歌 把萝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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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呦 嘿呦 把萝卜 嘿呦 嘿呦 把不懂 老太婆 快快来 快来帮我们把萝卜 嘿嘿嘿 太好了 太好了 看看这个汤煮好了没 不过我觉得这汤还少一味 少一味哦 哦 你幸运啊 你的好朋友有很多东西给你了 哦 来来来 你要给我什么啊 哦 就是给你 哎 你叫我吃自己啊 哎哎 你在做什么 不不不不不 哎呦 好朋友 你很幽默 你好好笑 我跟你说 当然不是让你吃自己 而是呢 我要你回想一下 回想 有个东西你每天都会吃 每天都会吃 一粒一粒的 一粒一粒的 白白小小的 哦 吃下去 我知道了 是不是米饭 哎呦 翘翘阿郎啊 没错没错 原来你是要给我米饭啊 来来来 哦 好 哎呦 那我就把这些米饭统统加进去了 加进去啊 哎呀 太好了 哎呦 那现在换你加进来啦 哎呀 大婶啊 哎呀 这煮汤啊 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又想起了一首诗 这首诗啊 就叫做《闽农诗》 除何日当午 暗地何下土 谁知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 嗯 好诗好诗 好 我来看看这汤煮好了没 可可可 你在煮什么汤啊 闻起来好香啊 猪小弟啊 我煮的这个汤啊 叫做月光汤 不过我觉得它还少一味 哦 少一味哦 啊 我可以给你这个东西哦 啊 你要给我脚 你要给我脚做什么啊 你忘记了 我是 猪 可以我的脚 脚 猪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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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你是要给我猪脚啊 没错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你啊 猪脚给你 好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猪脚给放进去 哇 我又想起了一首儿歌 点马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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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到嘎 叫阿爸 没底咳 底咳口啊滚暖暖 咬鬼银啊 老嘴暖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歌也唱好了 不知道这个汤煮好了没 哇 好好喝的汤啊 太好了 我要喝 我要喝 你们这些小朋友们不懂事 应该是我谁喝吧 好了 好了 你们不要吵架 每个人都可以喝 赶快去把碗拿出来 耶 喝汤了 于是啊 所有吵架村的村民 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面 拿出了锅碗瓢盆 他们开心的一起喝了这个汤 觉得月光汤是他们喝过最好喝的汤 这个时候流浪汉说 我说你们啊 以后就不要再吵架了 这锅汤之所以会这么好喝 就是因为有你们彼此的分享 下次啊 看到天上的月亮 就要想起这锅月光汤 不可以再吵架了 于是到了隔天 村民们开心的回家去 而流浪汉也收起了他的锅子 背起他的行囊 继续他接下来未知的旅程 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 月光汤 月光汤 月光汤